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慧明 我就说一句话 我们离婚了 我真的没有力气再跟你吵过来 我没想着 我考虑清楚 我们离婚吧 算我求求你了 行吗 我没闹 慧明 我是爱你的 我比任何人都爱你 所以 我希望你快乐 如果离婚可以使你快乐 那我们就离婚吧 你放心 孩子 我会生下来的 我会把他抚养长大 你随时都可以来看他 不来看也可以 总之 我们离婚吧 我说 我说 就这样吧 我找律师起草离婚协议书 房子给我好吗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得照顾孩子 今天就到这儿了 散会 生日 剑总 这是人事调整的名单 一共有多少高官跟着张夫总走了 五位部门经理 三位副经理 我知道了 你去忙吧 薛总 您约了国土局的李处长 吃午饭 等我处理完这件事我就去 还有 薛总 中午两点钟 还有一个公司的 有关人事变动的会议 好 知道了 对了 太好了 我要谢谢您的 谢了 谢了什么呀 薛总 谢谢你告诉我咖啡厅的时候 是什么应该的 知道吗 一次走了五个部门经理 三个副经理 八个人啊 不是张副总的铁杆 留下来的也都心神不定 哎呀 你们就别说了 说得我心里慌慌的 你慌什么呀 我叔叔就是张副总的人 你说我能不怕受牵连吗 马克 你放心吧 薛总要是不信任你 也不会叫你进项副组啊 就是 万不得已 你求求飞机 一句话 保你平安果官 你们三个人都看着我干嘛呀 别废话了 吃饭吧 下班或楼下间 我想和你谈谈 薛总 你怎么还没去啊 不是约了林处长吃饭的吗 哎呀 几点了 十二点 我都忘了 那个 你帮我打个电话跟他说 我马上赶过去 那下午两点钟的会议要不要退后啊 那就赶明天上午吧 我今天家里有点事 吃饭饭我得赶过去 对了 刚才开会的会议记录 尽快发给各个部门 好的 会议 Mantраш 会议 吃点东西吧 别想了 还想那件事呢 都过去了 再说了 你也没做错什么呀 赶紧把饭吃了吧